第二天 列队在东山里 一条山沟一条山沟的拉网搜索 等整一天却一无所获 第三天 列队进入深山 直到下午已是人捆马乏 包顺棍、巴图和杨克 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枪声 三人寻声望去 只见东边山梁上竟然出现了两条狼 两条狼刚刚跌跌撞撞的跑上山梁 发现这边也有人马狗 于是便拼命的往一处岩石突兀的山头爬去 巴图用望远镜看了看说 大狼群早就逃走了 这两条是跟不上队的老狼 包顺棍兴奋的说 不当老狼还是好狼 扒下这两根狼皮就是胜利 巴图一边追 一边嘀咕 咋看不出 你看两条狼后半身的狼毛 还得脱干净呢 可怜呢 山梁两侧的猎手和猎狗 全部冲向山顶 两条老狼一大一小 大的那条左前腿不能伸直 好像是在以往的战斗中被猎狗咬伤了脚筋 另一条小的像是条老母狼 瘦骨鳞熏老得毛色灰白 巴勒二郎和其他猎狗 见到两条狼是老狼半瘸狼 不仅不加速反而有些迟疑 只有一条刚成年的猎狗 以为可占到便宜 便不知深浅的冲了上去 两条狼跑进了遍布风化岩石的地段 那里山是复杂 巨石突兀 碎石虚点 狼每走一步 就发出碎石垮塌的哗哗声响 蚂蚁很难行走 猎手们纷纷下马 持枪持杆 三面包抄 九星沙场的巴勒和二郎 不服小 吼声大 只有那条真功心切的愣头星 全速猛追 叫都叫不回来 只见那头老公狼 刚刚跃上一块巨大翻石 便以两个后爪为轴 冷不丁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全身脊扫 将那条正跃在半空 眼看就要路到方石上的猎狗 打拼了行堡 只听了一声叹叫 猎狗 对到了石下 仰面朝天的卡在了两块柱石之间 伤虽然不动 但是人一时很难把它拔出来 只好任它在那里哭叫 猎狗们全都紧张地竖起了宗毛 老母狼趁机松地钻进了一个石洞 老公狼冲到了只有两张饭桌大小的断崖顶部 此牙东南北三面是悬崖绝壁 一面与身体陡坡相连 老狼被冲悬崖 独把一面 浑浊的老眼中 胸光老辣呛人 他喘了一口气 准备死听 猎狗们围成半圆猎圈 狂猴猛叫 可是谁也不敢上 生怕失足坠崖 人们全围了过去 包顺贵一看那阵势 高兴地大叫 哎 说别动 看我的 他掰上了刺刀 推上子弹 准备抵近射击 包顺贵刚走到狗群的后面 只见老狼斜身一窜 朝断壁与山地交接处的碎石陡坡面扑去 老狼头朝下扑住了碎石坡面 用四爪深深地扣住了陡坡的碎石 头 胸 腹 紧贴破面 是块哗啦啦的垮塌下去 老狼像是趴在高抖的滑梯上一样 准着无数的碎石坠滑了下去 碎石带起无数小石大石 纷纷扎到老狼身上 一时卷起滚滚沙尘 将老狼完全吞没 掩埋了 人们急忙小心走进崖边 探头下看 直到沉沙散尽 也没有见到老狼的影子 欧盛贵问 咋回事啊 咋回事啊 这狼就摔死了 还是砸死了 还是逃跑了 八徒闷闷的说 不甘死活 反正啊 你都摔不着狼皮了 包顺棍愣在那里 半天说不出话了 杨克低头茉莉 他想起了中旭时代 看过的那个电影 《狼牙山武壮士》 两条守住石洞的猎狗 又叫了起来 包顺棍懵醒 还有一条呢 还有一条呢 快去 今天怎么着 又得抓住一条狼 沙斯隆和桑杰 先走向被石头卡住的狗 两个人各招不狗的两条腿 把狗从石头里抬拔出来 狗两肋的毛 擦吐了两大片 摸了皮 渗吐了血 同一家的狗亲戚 上前帮忙填血 猎队来到石洞口外 这个洞是石岩风化石垮塌以后 形成的一个天然洞 成为草原动物的一个临时藏神洞 石头堆上有几大堆像石灰水似的老鹰粪 包顺过仔细看了看石洞 开始捞头 看奶奶的 挖还不能挖 这一挖准塌方 这熏也没法熏 一熏 他准撒起漏风 哎呦 哎 八头啊 你看咋办啊 八头用套马赶后赶往里捅了捅 里面传出碎石下落的声音 他摇了摇头 别费事了 挖垮了石堆 伤了人和狗啊 划不来 哎 八头啊 这个洞深不深啊 呃 深倒是不深 我看 咱们还是用烟熏 啊 哎 你们啊 都去挖扫 别过以后啊 哪冒烟就堵哪 我带着辣椒呢 啊 我就不信 这狼不怕辣烟 快快快 都去 都去看 我和杨克留下手动 啊 带你们几个打狼蒙手 打了三天狼 一天也没有打招 啊 全场的人 都在看咱们的笑话了 猎手们分头去找烧柴和草皮 包顺棍和杨克坐守在东口 杨克说 这条母狼又老又有病 骨瘦如柴 活了也活了多少日子啊 再说 夏天狼皮 没有狼龙 收骨带也不收了 还是饶他一命吧 包顺棍脸色铁青 吐了一口 言言说 说实话啊 这人啊 还真是不如狼 啊 我带过兵 打起当了 谁也不敢保证部队里不出一两个逃兵和叛徒 可这狼 咋的这么硬死不屈呢 说句良心话 俄伦的狼啊 个个都是好兵啊 连伤兵老兵女兵都让人胆颤心惊的 不不 你说夏天的狼皮没人要 那你就不懂了 在我们老家 老毛太后的狼皮啊 没人敢做皮鲁子 那睡上去啊 人烧得鼻子出血 毛薄的狼皮倒是宝贝 哎 嗯 你可不能心软啊 哎 小影啊 这个大战啊 就是你死我活 穷口 也得敢戒下去 八徒等人用绳索拖来了一捆滚糊质 沙侧等人用担袍下摆 都来了几堆带土的草皮 鲍舌棍将干柴湿草堆在了洞口 点火熏烟 几位猎手跪在洞口的火堆旁 端起蒙古担袍的下摆朝洞里扇烟 蒙烟灌进洞里 不一会儿石堆四处冒烟 猎手们急往往冒烟处去护草皮 洞外一片茫乱 一片咳嗽声 石堆上漏气漏烟的地方越来越少 刀身棍抓了一大把干辣椒 放到了火堆上 一股呛辣浓烟被扇进洞里 鲍鱼和狗都站到上风头 石洞正处在石堆的下方 像一个打造的天火狗 腊烟滚滚而入 一会儿就完全灌满了石洞 猎手们只是故意流出了一两个小小的出气口 忽然 洞里传出老母狼剧烈的咳嗽声 所有的人都紧握马蚌 所有的猎狗都功倍呆驳 洞中的咳嗽声越来越响 像一个患老年支气管炎的病人 咳得几乎把肺都要咳出来了 然而母狼就是不露头 杨克被残烟呛出了眼泪 他简直无法相信狼有这样惊人的忍耐力 要是人的话 死也要死到外面来 突然 石堆哗哗啦一声 一下子塌下了半米 几处石缝冲出了几股浓烟 不一会儿 所有风迷处都重新冒出烟来 几块大石头像雷尸一样滚砸下山 差点砸到山烟的猎手 人们惊出了一身冷汗 到身边大喊 洞里塌方 快躲开 洞中咳嗽声骤然停止 再也没有任何动静 拉烟朝天升去 石洞已经灌不进烟了 八徒对包生棍说 算您倒霉 又碰上了一条赶死杀的狼 他把洞扒塌了 把自个活埋了 连皮子也不给你 包生棍恼腦怒的吼道 搬石头 我非要把狼挖出来不可 忙累了多日的猎手们 都坐在石头上 谁也不动手 把土掏出了一包好烟 分给中猎手 又给包生棍地上了一颗 哎 宝伦 谁都知道你打狼 不是为了狼皮 是为了灭狼 这会儿狼已经死了 不就成了吗 咱们这样人怕是挖到门天浪也挖不成 大伙都可以作证 你这回带大狼队 赶跑了狼群 还打死了两条大狼 把一条狼逼得跳牙 还把一条狼呛死在尸栋里 再说了 夏天的狼皮他也卖不了钱 巴图回头说 大伙 能证明吗 众人齐心地说 能 能啊 包凤棍也累了 他猛吸了一口盐 好吧 大伙休息一块 就算 杨克 愣在石堆前 他的灵魂像是被巨石塌方 猛地震杂了一下 全身的血气都冲发出来 他几乎要单腿下跪 像石堆形猛鼓壮士礼 但是挺了挺身子 还是站住了 杨克走到巴图面前 向他要了一支烟 吸了几口 便双手举烟过头 向石堆 拜了三拜 然后把香烟 恭恭敬敬地插在石堆前面的石缝里 石堆 宛如一座巨大的石坟 鸟鸟烟雾 轻轻升空 带着老母郎不屈的灵魂 身上蓝蓝的藤格里 猎手们都站了起来 他们没有跟着杨克插香 人稀果的香烟 是对蒙古牧民认作不洁之物 不能用来精神 但是 他们都没有计较杨克这种不洁的方式 猎手们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站得笔直 仰望藤格里 默默无语 目光纯净清澈 比香烟更快的直上藤格里 护送老母郎的灵魂 抵达天国 连包顺棍都不敢再吸一口烟 直到烟 烧到了手指 巴图对包顺棍说 看见了吧 从前成绩 斯汗的骑兵 个个都像这两家狼 死 也要死得让敌人丧胆 你也是蒙古子孙 跟海在草原 你该静静蒙古神灵了 杨克心中感叹道 死亡也是巨大的战斗力 狼图腾培育了多少慷慨赴死的蒙古武士 古代汉人 虽然几乎比蒙古人多百倍 但宫廷和民间骨子里真正流行的信仰却是好死 不如赖活着 这是华夏农耕民族得以延续至今的一种极为实用的活命经验和哲学 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赖劲 也是一种民族精神 而这种精神又滋生出多少汉奸伪军 让游牧民族鄙视和畏惧 中唐晚唐以后 汉人一蹶不振 频频沦为王国奴 秦皇汉武唐宗时代的浩浩霸气上哪里去了呢 难道是因为中唐晚唐时 中原大地的狼群被汉人斩尽杀绝了吗 是由于勋猛卓越的狼老师被灭绝 才导致民族精神和性格的萎靡 杨克又有新问题 可以和陈真讨论一夜了 列队快到帐篷的时候 包顺棍对巴图说 你们先回去烧一锅水 我去打吃天鹅 晚上我请大伙喝酒吃肉 杨克急着大叫 包主任 我求求您了 天鹅杀不得 包顺棍头也不回的说 我非得杀这天鹅 冲入这几天的会去 杨克一路追上去 还想劝阻 但是包顺棍的马快已经先行冲到湖边 湖上的水鸟大燕野鸭还在悠悠的低飞 根本不提防骑马带枪的人 卢尾东飞起七八只打天鹅 向鸡群刚刚驶离机场跑道 腾空而起 一扇扇巨大的翅膀迎面扑来 在包顺棍头顶上落下了巨大的阴影 还未等杨克追上包顺棍 二 歆声一响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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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三枪 一只巨大的白鸟若在杨克的马前 马被驚得猛的一闪 把杨克甩到湿漉漉的湖边草地上 白天鹅在草地上喷血挣扎 杨克多次看过芭蕾舞剧中 天鹅之死那七绝的一幕 但眼前的天鹅 却没有舞剧中的天鹅那么从容优雅 而像一只被割断脖子的普通家鹅一样 拼命蹬腿 拼命铺扇翅膀 拼命想用翅膀 撑地站起来 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挣扎 血从天鹅雪白的侧胸的枪洞里喷涌出来 杨克扑了几次都没有抱住他 眼睁睁的看着那条细细的血流注入草地 然后一滴滴流尽 杨克终于抱住了大天鹅 他柔软的肚腹上仍带着体温 但那美丽的场景 一弯曲不成任何有力量的问号 像是被抽了几股的白蛇一样 软塌塌地挂在杨克的肘腕里 沾写的白羽毛 在人际出置的天鹅湖畔 凌落飘飞 杨克小心地拖起天鹅的头 放大的瞳孔中是一轮黑蓝色的天空 好似暮暮远征的藤哥里 杨克的眼里一下子溢满了泪水 这高贵洁白 翱翔万里的生命 给人类带来无穷美丽幻想的大天鹅 竟然被人像杀草鸡一样的杀死了 杨克心中的悲愤难以自知 那一刻他真想跳到湖里 游到芦苇从身处去给大天鹅们报警 最后一抹晚霞消失 一锅天鹅肉孤单单地陪着包水棍 没人同他说话 猎手们仍以烤野猪当晚餐 杨克拿着剃肉的刀子的手 一直在发船 天鹅湖的上空 天鹅群刚刚刚刚刚的哀鸣声 整夜不绝 半夜 杨克被帐外几条猎狗 学叫狼嚎的声音惊醒 狗叫声一停 杨克隐隐听到 东边远山里传来凄凉苍老 哽咽的断断续续的狼嚎 杨克的心被七寒冰冷的狼嚎穿透了 那条老公男高山跳崖竟然没有摔死 爬了半夜 带着累累动伤翻过了山 他此刻一定在老伴亡期的十分前 哀叫哭嚎 痛心痛魂 痛不欲生 他可能连拔开十堆 再建一丝老妻仪容的力气 也没有了 丧偶天鹅的哀鸣 和丧偶老狼的哀嚎 振颤共鸣 合成了草原悲怨 比柴克斯基的悲怨更加真切 更加悲怨 杨克 泪水湍急 直到天亮 几天以后 沙司令从厂部回来说 包顺棍装了半卡车也少咬的大根 到城里去了